见过曹操小时候的墓 那你见过孙悟空的墓吗 没错 就是孙悟空 这个在西游记里被虚构的人物 还真被考古专家找到了他的墓 你就说离谱不离谱 2005年 考古学家在福建省顺昌县 发现了一座古墓 并且还是一座合葬墓 当专家看到石碑上刻的文字后 竟颠覆了众人的认知 只见在墓碑上 清晰地刻有 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字样 齐天大圣我们知道 那么这位通天大圣又是谁呢 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孙悟空墓 建在一座庙宇里 当地人称之为双圣庙 你可能会想 这座庙会不会是当地人 对孙悟空太过于痴迷 而造出来的一个假孙悟空墓呢 你这样想 那可就错了 当专家通过对里面的文物 和年代进行鉴定 发现这座双圣庙 是建于原末明初 它的存在 竟然比吴承恩 所撰写的西游记年代 还要造200年 听村里人说 这里不仅有孙悟空的遗体 还有传说中的金箍棒 对 没错 就是那个能大能小 如意金箍棒 如果看到这里 还认为阿金在胡说八道 那咱可以暂停视频 去搜一下 这座幕可是有百度百科的 得到证实后 记得再评论 说一声哦 我们前面说了 这里面有两块石碑 一块齐天大圣 一块是通天大圣 这位通天大圣是谁呢 别急 听阿金来给你分析分析 在早期的西游记中 有多个版本 里面所表达的内容 也各不相同 在其中一部中就写道 小圣弟兄姊妹五人 大子黎山老母 二子乌之奇 大兄齐天大圣 小弟通天大圣 三弟耍耍三郎 在原代的西游记中 通天大圣是齐天大圣的二弟 这里的通天大圣是孙悟空 而在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 齐天大圣的名字 却变成了孙悟空 不知道是吴老先生 是不是在写西游记的时候 路过此地 而借尖他的 为了能证明 这里面埋葬的 是不是孙悟空 专家想要打开墓葬时 当地人却纷纷触手助拦 你都知道哪些离奇的古墓 专家找到曹操小时候的墓 已经不惊讶 如今专家又找到了孙悟空的墓 当专家想要打开墓葬 一探究竟是 村里老人却说 如果强行打开 村里会遭到祸灾的 并且还说 这里有孙悟空的金箍棒在镇压 这根在孙悟空墓出土的金箍棒 从外表上来看 已经秀迹斑斑 并且上面也没有花纹 一点也不像我们印象中 金箍棒的样子 专家不由怀疑 这根真的是孙悟空的金箍棒吗 专家通过检测 这根金箍棒的成分后得知 它通身是一种叫 寒冰云铁的材质 是一种提纯度极高的铁 可以说是非常稀少的金属 有了这根金箍棒的存在 仿佛让人更加信服 这座墓葬 难道历史上真的有 孙悟空这个人物的存在吗 汉国西游记的人都知道 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 后来因为犯了错 被如来佛祖 压在了五指山下五百年 之后又跟随唐僧 取经完成后成为了斗战圣佛 既然他已经成佛了 为何会埋在这里 有学者分析 关于孙悟空的原型的问题 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 在当时有个西域胡僧 而胡僧是胡僧的俄称 当时西域普遍信仰佛教 并且当时胡人体毛浓厚 性格也和孙悟空非常像 渐渐就将他当成孙悟空原型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唐玄藏走到瓜州的时候 遇到一位少数民族的僧人 名字叫石盘陀 这个人身强体重 并且通过和唐僧交流得知 他还十分像活 在得知唐玄藏要西天取经后 便在此地一直等他 就这样 唐玄藏便同意 让他一同跟随去取经 第三种说法就是 孙悟空的原型是一个叫 车凤朝的高僧 这个高僧不但历史上却有其人 并且他的法号就叫悟空 更为神奇的是 这位高僧也去过印度 你说巧不巧 所以说这位高僧很有可能 还真是孙悟空的原型 就在这时 专家听到当地人说了一件 更为震惊的事 专家发现了孙悟空的墓 你敢相信 这座在福建大山深处的庙宇里 就供奉着七天大圣 和他兄弟痛天大圣的墓葬 里面甚至还有如意金箍棒在镇压 难道孙悟空真的存在 当专家还在对这件事情表示怀疑的时候 当地村民连忙带着专家们来到一处地方 只见在宝山主峰上有一处石洞正在不断流水 看起来就像花果山里的水帘洞 当地人还说 这里在古时候还真的叫水帘洞 并且还有个叫南天门的地方 半信半疑的众人前去查看后 眼前的景象却令众人大失所望 虽然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孙悟空的墓葬却埋葬在他的旁边 因为没有办法将墓葬进行发掘 所以没办法证实 这里到底是不是孙悟空的墓葬 不过这里的居民那对七天大圣的喜爱 那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 不仅商铺的名字和孙悟空有关 甚至还建造了一个有关孙悟空文化的长廊 在两边雕刻还有12座孙悟空不同形态的雕像 在顺昌县里还有66处地名和西游记有关 里面还保存有宋元明清 各个朝代对七天大圣的神位祭坛 直至今日顺昌县还保留着大圣祭祀活动 他们将每年的农历七月时期定为七天大圣的生辰 并且还会将西游记中一些人物的形象排位 请出来进行祭祀 什么猴王争霸赛 孙悟空减制比赛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看不到 现场口味是十分热闹 那么顺昌县为何会对孙悟空如此推崇呢 专家根据地理位置和风俗进行分析得知 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多山多水多林木 十分适合猴类生物的生存 因此慢慢地这里的鲜明 便对这些有灵性的动物产生了深厚的崇拜 第二个方面是因为顺昌县内有十分悠久的道教佛教传统 而孙悟空的身份正好与佛道都有挂钩 到第三个方面则是在元宋时期 福建北部就已经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全国印刷基地 而关于很多孙悟空的故事 自然是通过这一渠道传道了顺昌县千家万户 因此更加牢固了顺昌县对齐天大圣的崇拜 最后关于孙悟空到底存不存在 彻底就是看大家信则有不信则无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